大家好,政治揭露 今天就發生了一個很難以明白 難以上場的消息 是關於張曉明的任命 拆了就要認了 因為小弟不相信他這麼快會由中聯辦調去港澳辦 但事實就是今天任命已經頒布了 何志光拆了 拆了也沒辦法 我不一定准 但我只是按以往的歷史去說 因為那些任命其實過往是十九大坐定才變 上一屆譬如說2012年 李剛被人拆了去澳門 就是2012年年尾 我們經常思考為何李剛捧完六八九上去 說沒得幹呢 有一個說法就是 長期八占港澳辦幾個官員叫廖輝 他的勢力在香港是很深的 廖輝很不滿因為他選了唐英年 但是突然間港澳辦這班 下手就用一些特務的手法 打到唐英年一拳一拳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他被人打到一拳一拳的時候 變成六八九就上場了 但其實如果說僭建 唐英年和六八九都有僭建的 後來廖輝很不妥 這樣呢 江派的張德剛 他要安撫廖輝 因為他下面還有很多勢力 這樣就會將了 張曉明 即是他自己的馬 由中聯辦空降下去 由港澳辦在北京 空降下去香港的中聯辦 令到廖輝 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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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回 張德剛 說 你未必覺得 國情很悶 我是說國情 吹什麼 不喜歡聽 不要看 沒有的 這些中聯辦 你都覺得不重要的話 那你想我怎樣 因為中聯辦轉了 現在張曉明 由來自港澳辦 回到港澳辦 暫時不算升職 有一個香港01的說法 是的 是不算升職的 因為位置上是同級 但是看看十九大 他會不會 有一些中央委員的職涵 放上去身 如果沒有 那他就繼續是芝麻綠豆小官 是吧 但是在香港這五年 他真的做盡惡事啦 張曉明 是吧 他表面說反港獨 但是看來都是 他和梁振英 有大量吹捧港獨的行為 是吧 梁振英雖然 是 來自的系統 當然不是 廖暉的系統啦 但是他拼命拆 張曉明 是 那這些 其實我覺得中聯辦 港澳辦 其實這些是一個 表面上很小的官 但是 實質上呢 在香港是很大力量的 真的很大力量 有個影子政府 是中聯辦控制 港澳辦 當然也有些能量啦 是吧 如果是經廖暉 是吧 那現在 很反常啦 就是 不是等十九大 看看哪個常委 坐下去管港澳小組 現在變成了 現在變成了 就直接 就是 沒有確認哪個 坐港澳小組的人 就直接 就 直接 中聯辦是 黃志民 港澳辦是 張曉明 那 黃志民是什麼人呢 黃志民 其實都是一個江派 我理解 因為 黃志民 我看他的履歷 我看後面的故事 其實他大部分時間 在香港 打工的 就是滑球 做中共低級的職位 但是其實 都是在香港 運作的 中聯辦 裡面 2015年 其實就上了北京做港澳辦的副主任 2016年 他就去了做中聯辦 做了很短時間 就是 2016年7月 做了中聯辦的主任之後 現在調去做香港 某個程度上 當然 你從澳門跳去香港 表面上的位置是同級 但是 權力大很多 但是這個人的背景 我仍然不是說 太 可以說他是一個習派的 真的不是 因為 其實在 香港 那時候是張德光控制之下的 港澳事務 不會說被一個 習近平的人 放進來 可以去做 做澳門的中聯辦主任 其實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那現在他跳過來 去做 香港的中聯辦主任 就是在香港 真是山寨王 就是 特首 後面 有很多 影子政府 就是中聯辦的機制去搞的 到處去選舉 勸人 是吧 跟著 給錢 黑金 給港獨派 去參選 是吧 跟著 搞多多的政治陰謀 都是中聯辦在那裡飛出來的 那現在是 強行搞了這兩個人 一個港澳辦 一個 中聯辦 阿張 和阿黃 霸了這兩個位置之後 新任的 港澳的常委 就是常委有人做港澳事務的嘛 就是硬吃 那形勢上你可以分析就是 很奇怪 就是說 我不知道 將會做港澳事務的是什麼常委 有可能是韓正 有可能是趙樂際 他 這些都是我認為是一些江派的常委來的 明報說他是團派 是亂來的 團派說趙樂際是團派 完全沒有這個資歷 那團什麼派呢 亂說 那這些江派的常委 如果 雖然 如果趙樂際或者韓正 如果能進去 那會不會管回港澳事務呢 還是 陳敏意呢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兩個人做中聯辦 港澳辦 阿頭 就是張曉明和王子民 代表了 未來五年江派繼續統治香港 是吧 那些維穩水繼續在香港 就要 那些港獨派不就很得戚了 是吧 這些事情你聽下去 我告訴你 是很嚴重的 譬如說其實他現在鋪的局 不會說只是十九大 十九大其實那些事情 應該是七七八八的了 喏 上一集我都說了 喂 估計哪 七個人裡面有哪 六個人 我估計 陳敏意和胡春華應該可以進去的 要不就一起進不去 要不一起進去 這個就是我的估計 但是我不準的 TVB準的 哈哈 TVB準過我 是吧 TVB很高政治智慧的 所以TVB是一個最厲害的維穩機構 它說的話是高度政治性 無端端說要搞AI 突然間無端端又說 喂 要香港人呢 就要 怎樣開作土地 很多這些 現在又說要住貨櫃箱 其實我也不反對 香港人 只是覺得香港人很節奪 住劏房不如住貨櫃箱 這樣 我不反對 但是現在的形勢就是說 喂 大耀廷這件事 黃之鋒坐牢搞不起來 那大耀廷這件事 也想繼續撩下去 這些人不是說再撩 現在九月十月 十九大之前 因為十九大還有不搞一個月 要開牌知道結果 結果就要十月二十四左右 那二十四、二十五左右 都還是多久的時間 你以為 是不是這段時間決戰呢 不是啦 現在鋪局已經是十九大之後 大耀廷這些人繼續去玩 然後繼續去 即是你覺得香港是一批東西 譬如說 何君堯這樣 何君堯在這裏說 那個煞是煞車的煞 那這個是小丑來的 玉孫 是吧 講了整個星期講他 但是你會覺得 喂 那你還在這兒死撐來幹什麼呢 但是這個人就是要玉孫給你看 他的玉孫是 幫助戴耀廷 這個是我的立場 我會罵建制派的 不過很難罵 因為 玉孫得太明顯 很難說有什麼陰謀詭計 有什麼很揭露 那額頭寫著個奸字 何君堯 但是這些額頭寫著個奸字 那些惡形惡相的愛字堆 是吧 他肯定繼續有工做的嘛 是吧 譬如說 考馬帝去講 譬如說 馮敬欣這件案 馮敬欣 現在就不用坐了 但是 他叫人要堆壞李國章 李國章說怕 李國章當然是肉酸 是吧 你的供詞 要想方法做低 馮敬欣 是吧 但是 你說馮敬欣有沒有問題 是吧 要堆壞他 要 抱著門 你為什麼要溝衝呢 做什麼呢 你生個癌 為什麼要走去溝衝呢 你去圍攻 李國章就是圍罩 沒有任何人叫你動手腳 但你無故來做一些動手腳的事情 你好像判死無大害 你出了位 接著如果 馮敬欣這件事 現在判200小時社會服務令 律政書,強國元,如果他又上訴,然後又判了他坐姦 你們這些傻子是不是說他良心反呢? 這些又是隨時會發生的 就是說,現在的問題就是中聯辦 這些傻子是逼你們香港人 因為反共的情緒去認同這些港獨的共諜 他們江派的勢力真的大到一個地步 好像彭定康那樣,來到香港要替黃之鋒說話 你會覺得,你是不是瘋了? 何志剛見到李柱銘支持黃之鋒就罵李柱銘 現在見到 彭定康支持黃之鋒,你又說彭定康是中共控制? 是啊,我是這樣看的 有一個舊文,大家可以看看 是很像,剛才說我都是這樣看的 柱瓜瓜在牛津呢 讀書是一劈屎的 那2012年的報道就說,平哥的報道就說 彭定康就幫他寫一些推薦信 讓他在牛津讀不成書,可以過哈佛 哎,就是這樣咯 喂,就是這樣啊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 香港的乱局是未来五年是继续乱的 而其实反映着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是不是需要有一些利益的交换 去令到江派继续把持香港之后 令到习近平可以专心打王岐山背后的金融体系呢 我不排除 就是说究竟在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没有来线料 我是加拿大 我没办法知道究竟在发生什么事 没办法知道 究竟习近平在玩什么呢 为什么整个香港要给了江派 我不知道陈敏尔会不会做管港澳事务事组 还是什么人管港澳事务 还是给了江派去控制 还是去了汪洋呢 我都不排除的 但是这些人就算他下面的马传说是江派的嘛 如果不是江派的人做港澳事务小组 你给汪洋也好 你给陈敏尔也好 胡春华也好 都是管不了的 因为被这些人架空了 所以其实我可以说一句 对香港的局势我悲观 对大陆的局势我有一个迷茫 迷茫 为什么习近平不是等到12月 十一、二月 十九大全完整才做这个任命 里面是有些古怪的东西 无论如何 先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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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